崭新的时代将从梦中醒来 以领先的思维向世界中心迈出的一大步 超越界限 拓宽境界 以全新教育将地域人才培养成世界人 更加发展的大学 更加宏大的未来 国立人川大学 走出东北亚 迈向全世界 可展现的舞台越大 我们的思维发散得越广 从私立大学出发 创大到市立大学 在成长为国立大学 人川大学史无前例的旋动变化 其原动力在于马不停蹄的挑战精神 如今 我们站在东北亚经济枢 中心 谱写大学历史的崭新篇章 作为人川地区唯一一所国立大学 在将根基坚实地扎在生长之地的同时 拥抱世界 引领全球化进程的大学 以细致入微的量身定做型教育 培育出符合时代需求的人才 转为国立大学法人后 实现了自律性的大学运营 和稳健的财政运营 为更大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比任何人都要高瞻远瞩 比任何人更持有炽热的心 国立人川大学让人心动的变化 就此开始 对每一个学生相信他的潜力 培养梦想的大学 打造万千学子梦想就读的大学 无论何人接盼来自深造的大学 正在为此而掀起着变化之风潮 位于大韩民国全球化的关口松岛 占地面积达45万平方米的新建校区 在人与自然并存的顶尖教育环境下 培育能力与发展潜力 以学生为中心实现教育创新 以强于现场教育的 人川大学的核心力量 来将最佳效果发挥到至极 校区的国际化是基本 律集学生未来的教育体系 灵活应对社会变化的教育课程 4年간 전액 장학금和 技术生活 国际通商物流 地区人文学 城市 城市科学 智能型系统融合 生命科学等 培养主导未来社会发展的五大特性化教育与多学科融合研究 以及与地区社会紧密相连的产学合作 也是我校又一个竞争力 所有学术领域齐心协力 支持地区企业技术研发与经营系统的升级 而企业给学生提供现场实习与就业机会 营造企业与学生一同发展的未来环境 与此同时 通过建立韩国第八家技术控股公司 大学所创造的技术成果汇集产业与生活 创业支援团不仅向学生敞开 且对地区居民提供服务 从物色预备创业者到正式创业提供一站式服务 针对学生的无微不制行教育 国立仁川大学创造全新的教育价值 学生幸福的梦与挑战 开启时代之路的人才 在他们的前方点亮走向世界之光 自仁川松岛成功申办联合国绿色气候基金秘书处之后 国立仁川大学成为裁员、战略、技术的绿色三角区的中心 聘请具有国际机构工作经验的外国教授 在开设绿色气候基金联系专业课程的同时 推进东北亚气候能源论坛 气候主题公园 绿色气候环境研究中心等项目 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竞争力 在坚持国际联网中可取得的更广更大的可能性 在世界舞台上发展的年轻人川大学 它的全盛时代即将开幕 我们走向变化的每一个脚步将改变大学的明天 从仁川之中心走向世界之中心 更加发展的大学 更加宏大的未来 国立仁川大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